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张哥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Google在12月6日上午正式发布了它的A大杀器 Gemini 1.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模型呢 它有什么超强的功能呢 它又是怎么比Chat 3pt更厉害的呢 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揭开这些谜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Gemini 1.0吧 首先 我们要知道 Gemini 1.0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也就是说它能够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输入 并以符合语法和逻辑的方式生成有意义的回答 这听起来可能不是什么新鲜事 毕竟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模型 比如Chat 3pt 它也能和我们进行聊天 回答我们的问题 甚至创作一些有趣的内容 那么 Gemini 1.0有什么不同呢 Gemini 1.0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不仅能够处理文本 还能够处理代码 音频 图像和视频 这意味着它能够看到我们给它展示的图片 听到我们给它播放的声音 说出它想要表达的话 甚至画出它想要创造的图像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因为它让 Gemini 1.0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多模态模型 能够跨越不同的媒介 进行更丰富的交互和创造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给 Gemini 1.0一个图片 比如说一张风景画 它就能够根据图片的内容 生成一段描述 比如说画面色彩鲜艳 给人一种宁静和美好的感觉 如果我们给 Gemini 1.0一个声音 比如说一首歌曲 它就能够根据声音的特征 生成一段评论 比如说这是一首轻快的流行歌曲 歌手的嗓音清澈动听 旋律优美 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 如果我们给 Gemini 1.0一个文本 比如说一句话 它就能够根据文本的意思 生成一段回应 比如说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叫什么名字 如果我们给 Gemini 1.0一个请求 比如说让它画一只猫 它就能够根据请求的内容 生成一张图片 比如说一只毛茸茸的橘色猫 眼睛圆圆的 看起来很可爱 这些功能是不是很神奇呢 但是这还不是 Gemini 1.0的全部 它还有更厉害的地方 那就是它能够提供和使用定制的GPT 什么是定制的GPT呢 就是一种针对特定目的或领域的GPT 比如说创意写作 教育 娱乐 科研等 这些定制的GPT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提供更专业和更有趣的服务 而且 Gemini 1.0还能够让用户自己创建定制的GPT 只需要简单的指令 就能够生成一个适合自己的GPT 无需任何编程知识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写小说的GPT 我们就可以给 Gemini 1.0一个指令 比如说创建一个能够帮助我写科幻小说的GPT 它能够根据我的设定 生成有趣的情节和人物 然后 Gemini 1.0就会为我们创建一个这样的GPT 我们就可以和它交流 告诉它我们的想法 让它给我们提供一些灵感和建议 甚至让它为我们写出一些段落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轻松地完成我们的创作 也能够更好地享受创作的乐趣 这些功能是不是很厉害呢 但是这还不是 Gemini 1.0的全部 它还有更牛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性能超越了GPT4 GPT4是什么呢 它是目前最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由本来开发 它也能够处理文本 图像和声音 但是它的能力还不如 Gemini 1.0 为什么呢 因为 Gemini 1.0在多个基准测试中均优于GPT4 除了海伦索的数据集外 在32项学术基准中 Gemini 1.0的表现在30项中均超越了现有水平 Gemini 1.0在梦乌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测试中 以90.0%的分数超越了人类专家 本楼测试涵盖数学 物理 历史 法律 医学和伦理等57个科目 这说明 Gemini 1.0不仅能够处理更多的媒介 还能够处理更多的领域 更能够理解 推理和编码 这些功能是不是很牛呢 但是 这还不是 Gemini 1.0的全部 它还有更惊人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未来可能性 Gemini 1.0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模型 它会根据用户的反馈和数据 不断的学习和改进 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它的未来使用方向可能包括创意写作 教育 娱乐 科研等领域 它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老师 助手 朋友 伙伴 甚至是我们的灵感源泉 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知识和乐趣 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它可能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人工智能和人类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时代 当然 Gemini 1.0也不是完美的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和风险 比如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或偏差 它可能会被滥用或无用 它可能会对我们的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 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价值观 它可能会引发一些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和解决 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和依赖 Gemini 1.0 我们也不能忽视和排斥 Gemini 1.0 我们需要和它建立一种合理和健康的关系 让它成为我们的伙伴 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或主人 总之 Gemini 1.0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IA大模型 它能够理解 操作并结合文本 代码 音频 图像和视频 它能够提供和使用定制的GPT 它的性能超越了GPT4 它的未来可能性无限 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模型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和合作的模型 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我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 Gemini 1.0的基本知识和有趣的功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你点赞 评论和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分享你对 Gemini 1.0的看法和感受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神奇的AI世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你的博主小张哥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